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结识了很多来自台湾在祖国大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他们在祖国大陆安居乐业 来自台湾的梁州府教授,他是混凝土领域的专家 目前在南宁师范大学问教 在这里,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021年,梁老师在南宁买房子了 成为了广西第一位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台湾同胞 梁老师说,在这里,祖国大陆给我了更广阔的舞台 让我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除了梁老师之外,还有更多的台湾青年 在大陆创新、创业 出生在台湾的徐启祥先生 和在祖国大陆出生的台谋盟员柯冬月 两位在海翔两岸成长起来的台湾老乡 一起在沈阳创建了自己的儿童诊所 在他的创业过程当中 他发现在这里,没有什么创新的事情是不可以推动的 冬月说,在这里,只要有想法,就有机会实现 现在,我们正处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 非速发展的新时代 充满了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 两岸青年是阻力军 是晴雨表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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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